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季线18000点指数关卡 月线只用了4个交易日短短4天的时间 而且各位如果说我们再往更细腻一点去做判断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更有趣的现象 因为其实在昨天的晚上 美股表现是非常非常强悍的 四大指数同步上涨 与台股联动系数最高的NASDAQ指数跟肺半指数 涨幅都不小 NASDAQ涨了2.08个百分点 肺成半导体涨了3.3个百分点 可是就在大家认为 台股已经累积了3天 气势如虹的力道之后 再加上前一天晚上美股的大涨 应该今天一开盘 我就要往上喷个一两百点再说 可是今天一开盘台股有吗 不好意思 今天开盘只开了一个小高盘 开了小高盘之后 迅速的往下做灌压 迅速的往下做灌压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因为今天台股一开盘 开在哪里 来这边各位 18217 一度是翻黑的 一万八千 两百一十七点 接着迅速的往下灌 迅速的翻黑 为什么会这样 昨天我们在节目上大大声声的提醒你 短线上一万八千两百点是一个压力 先遇到压力 先下去 可是到最后仍然是朝着大方向走 所以尾盘在全职股的助攻之下 开高 开高 走低 再拉高 中场 如你所见 收涨 一百八十六点 一万八千三百三十八点 非常非常的漂亮 准不准 强不强 这个频道 各位 我相信不论你是操作股票 期货选择权 绝对值得你加入 我们的LINE AT AT WIN16888 Telegram WIN88888 我们今天也会有一个小小的活动 所以说LINE跟Telegram 我建议你一定要加起来 而且讲到这里 我就真的有一点点伤心了 昨天 昨天节目上 我准备了一档股票 你还记不记得这是昨天 昨天的节目上 我分享了这一封讯息给你 恭喜各位 我们昨天早上买进的谁 现买现拉现赚掌停板 我原本这一档 我是要免费的公开的去做分享 我只有一个 简单的小小的要求 Telegram的粉丝人数 增加50个就好了 我说到昨天晚上12点 好不好 我们就只要增加50个粉丝就好了 我们就公开分享 我们就在Telegram公开做分享 结果我还把时间再延延延延延延延 因为昨天晚上没有 到今天早上 30个不到 到今天早上89点我看 连新增30个都不到 可见大家赚钱的企图心 决心都不够 连30个都不到 我怎么分享 我想送钱给你都没有办法 现在我要让你知道 你因为没有去加入我的Telegram 错过了多少 昨天这一档股票 我们除了现买 现拉现赚掌停板之外 我不是说他已经在昨天越过一月的大量区 越过一月的大量区 所以今天有非常高的机会 会继续创新高 结果今天他果然继续创新高了 果然创新高了 好不好 真的叫做送钱给你 你都不要 我都懵了 我都匪夷所思了 免费的 你只要呼朋引伴 加入我们Telegram就够了 就这么简单 Win88888 Download这个APP 把它加下去 免费的分享给你 创新高的股票分享给你 这样你都不要 好不好 我今天 好不好 我们再最后一次机会 再最后一次机会 我刚刚看了一下 目前Telegram 好不好 人数粉丝呢 9030 9030 到今天晚上12点以前 我们这次 人数挑战要多一点点 因为你已经错过一档了 我们设9100 9100人 只要我们今天晚上12点以前 我们的Telegram人数 达到9100人 我会再分享另外一档股票 也许昨天那一档你会觉得 那昨天已经涨停了 你再去追涨停版的股票 赚一点点 没啥意思 你也不见得敢追 我告诉你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一档 今天回档 而且明后两天 有机会创新高的股票 因为今天 它的回档 正好来到所谓的黄金买点 这种股票是你敢买的吧 所以各位 把今天节目看完 同时把我们的LINE跟Telegram加起来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台股 各位台股 现在你还要看什么 连续四天 已经涨到18300多点来看了 好不好 原本呢 这边我比较悲观一点点的预期是 突破季线之后 有可能会来一个回撤季线的动作 结果没有 迅速的 来到所谓的18000点整数关卡 今天再站到所谓的月线之上 那当然了 原本这边季线是一个支撑 原本整数关卡也是一个支撑 现在既然都已经 站到所谓的月线之上了 即便台股 后续有经历什么样的拉回 涨多的拉回什么 anyway 拉回幅度也不会太深 因为它这边已经有很明确的 三道关卡在做防守 第一道 月线 蓝色的月线 第二道整数关卡 第三道 最下面最下面 都还有季线在这边 即便有拉回 即便有修正正大 幅度也不会多 而且今天你会发现 有两档 非常重点的股票走强 第一档我们来看一下 IC设计的指标股 联发科 联发科 其实这档我们在礼拜一 的时候有提醒 它符合我们的选股原则 一月份 台股大跌将近1000年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没有什么跌 而且封关之前 守在黄色这条季线之上 这个选股条件 昨天其实它就形成一个 所谓的黄金买点 什么叫黄金买点 来我们把这样子稍微拉一点点 我们讲过 高点高点的连线 有其重要的代表意义 所以我们很简单的 把它拉一条线过来 拉一条线过来 昨天正式站上 这边是一波高点 两波高点 三波高点的连线 而且同时三波高点的连线 同时符合到月线格局 昨天正式站上月线 奠定这一波走强的基础 非常的扎实 今天正式的 创下波段的新高 这是第一档指标股 第二档呢 是你很熟悉的 2330的台积电 各位今天大涨 2.5个百分点 其实今天台股盘中 一度翻黑 能够再走强 完完全全 几乎不要讲完完全全 几乎80% 拜台积电所赐 12月份我已经告诉过你 今年是半导体 尤其台积电的本命年 因为它是先进制成的天下 去年也许成熟制成 连电世界先进很强 可是今年 不好意思 你要看台积电 你真的要看台积电 12月我就告诉你了 那我们在1月份 我也分析过 台积电的特性是什么 每档股票都有它的个性 台积电的个性叫做 欲缺欲补 它只要有缺口出现 它容易去做回补 这个我们在1月 都有公开去做分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来这个地方有一个缺口 它就是创高之后 马上拉回去做一个回补 补完之后 继续给你改写新高 这边历史高点是688块 而且各位 创新高之后 在过年之前 经历一个回档修正 可是回档修正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跌破前波低点 是没有的 没有跌破前波低点 而且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季线是往上做翻扬的 季线往上做翻扬 季线这边往上带 这边没有跌破前低 高档看似有一个 这个所谓W的底型 坐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边除了 它的基本面题材之外 我也认为上半年 它是有机会 突破688元的 这个全破高点 然后是非常有机会的 那我想台积电 加上联发科 这个权王 台积电是权重最重的股票 再加上权重第二重的台积电 两档加起来 第一名加第二名 这个已经占台股 总体权重的三分之一了 那如果说这两档股票 现在是已经走一个 很扎实的多方格局 占三分之一权重的股票 已经在走强了 你觉得台股会不强吗 所以现在的台股 各位 我只能这么说 好不好 遍地是黄金 真的真的遍地是黄金 既然如此 好不好 赶快加入我的like 跟telegram 好不好 只要粉丝数达到 9100人 至少今天你有一开始 因为我会在telegram 分享一档 股票的黄金买点 就在今晚 好不好 就在今晚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更精彩 从现在开始 一举一动 得有个少奶奶的样子 首先 你这坐姿 就不对 哪儿不对了 我跟你交个底 如果那天不是情况特殊 你钻进了教育 无论如何是进不了 我们东院大门人 老燕 我也给你交个底吧 我从来就没想过 加你的屁 放肆 犯狂 放肆 你 五周生意 维他命EC口含定 那年花开月正元 2022 中台湾最大的月下灯会 台中 虎 耶 等你哦 等你哦 那边 摩尔坚持 中奏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英文侠二 欢迎来电 零八零零零六六八零八五 零八零零 来来 帮你帮我 手创直播开架 全身公开特别 包你发娱乐城 敢开敢做最公正 啊 嘴 刚才咱们喝滚水真好 如果咱们哟露安 哭得好 咱们如果咱们 要用加强意 三个月刷飘 幽露安 晚婷 吃嫌 包你发 送你清廉机 还有特色 只不过迟到 老板就说要开除我 他打官司 还得保去台北 劳动事件法实施之后 劳工可以在工作地 法院提告 而且裁判费 还可以减薪很多 劳动事件法 保障劳资自送权益 化解生意更快更easy 想说我们这里都在说话 要唱歌 这个 我们要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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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都爱 艾美诺美白羞护霜 综艺玩很大 咦 咦 山南 那是我会他 我一开始学的歌 就学他的歌 不要感慨 他唱歌有一股清流 我唱歌是夏流 就在Every一節守護行動裡 我愛VP秀 再講一次 現在的台股遍地是黃金 如果你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不妨就從這裡開始 好不好 我說過 只要今天我們Turgood的人數 達到9100人 我們就會分享一檔 今天來到黃金買點的股票 今天來到黃金買點的股票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鋼鐵族群 今天鋼鐵族群 普遍表現都不錯 尤其龍頭中鋼 今天有創下一個波段的新高 當然中鋼的話 我認為我們可以當指標看 畢竟它是龍頭股 有網友之前來問過我說 中鋼有沒有機會 跟去年4月一樣 去年4月你知道是怎樣嗎 去年4月來 這一波 這麼飄悍 動輒漲8%9%甚至漲停板 曾幾何時見過中鋼漲停板 槍成這樣的 大牛骨會翻身是不是 中鋼這一波有沒有機會 跟去年4月一樣 我認為 好不好 做夢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去年 我比較教你冷水好不好 去年4月能夠強成這樣 中鋼能夠多次漲停板 那個叫做天時地利 因為有通膨 再加上疫情 再加上航運缺貴缺港的因素 所以這個是天時地利 沒有在天天過年的 如果現階段你想要賺大的 你還是要找股性比較活潑一點 題材熱度比較高一些的股票 當然如果你要鎖定鋼鐵股的話 我也講過 大概幾個 幾檔股票是我們比較有在琢磨 我認為也比較題材性的 例如在2006的東河鋼鐵的部分 今天也是創新高的 而且我說過 就算還原它的全值 它過年之前 也是處於季限之上 符合標準的格局 但是中鋼 似乎就不符合標準了 來 東河鋼鐵 如果你是因為科技業擴產 資本資助很多 房地產很熱 去年樣品物一直蓋 房子一直蓋 然後房子熱銷 公共工程等等之類的因素而買的 而去選擇鋼鐵股的 當然首選就會自在 所謂的東河鋼鐵 其他像是比較小家一點點的 可能它也有受惠到這些題材 可是比如說像海光 風星 威智 它是做鋼筋居多的 做鋼筋的我們講叫做技術簡單 競爭者重 競爭者比較多的意思 東河鋼鐵的主力 它是放在所謂的H型鋼 其實前兩天有投資朋友 他不太明白 什麼叫H型鋼 我簡單來介紹一下 來 各位 這個叫做鋼筋水泥 這個叫做我們傳統蓋房子的工法 一根一根的 這個都叫鋼筋 粗的鋼筋 細的鋼筋 你先用粗的鋼筋這樣一根一根立起來 然後用細的鋼筋把它捆住 加重結構 然後再灌漿 灌水泥 這樣就變成柱子了 這樣一層一層這樣慢慢蓋上去 所以以前蓋房子會蓋比較慢 蓋比較慢 這個就是我們以前所熟知的鋼筋水泥 它比較適用於低樓層 可能十樓以下 十五樓 十樓以下都還是可以用這個 叫RC 鋼筋水泥 可是這個缺點就是耐震系數比較低 而且現在都市化 其實大家都往這個高樓 高樓發展 最近你會發現 高樓都採這個叫做SRC 鋼筋結構 它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有沒有 你會發現現在蓋一棟樓好快 你可能去年看它還是空地 現在噼里啪啦已經蓋十幾層起來了 為什麼 它把骨幹全部先架起來 一支一支架起來 就很快了 牆面什麼不用蓋好 你不像以前蓋房子 一層一層往上蓋 蓋好一樓 蓋二樓 蓋好二樓 蓋三樓 這樣慢慢往上蓋 現在不用 全部整棟先蓋起來 牆壁再慢慢鎖上去 所以一下子就蓋完了 這種叫鋼筋結構 這一大支的 或者說像這種 這一大支的 有沒有看 這是一個H 這個就叫H型鋼 那這個就是東和鋼鐵的優勢 在台灣市占率過半 幾乎達到壟斷的地位 所以你要找最直接受惠 你不就是應該找這種股票嗎 那還有講過很多次了 大成剛剛今天創新高 還有8415的大國鋼 今天沒有創新高 屬於一個高檔震盪的格局 如果你是要把握 美國的基礎建設這個題材 當然最純的受惠股也就只有 這兩檔 這個都說過很多次了 再來我們往下看 610社創委 今天繼續創新高 來到258塊 這檔股票算我們 開紅盤以來的代表作之一 在過年之前 我們就預告 營收非常之好 禮拜二我再加碼 它的營收好到 再一次去改寫歷史新高 12月已經是歷史新高了 可是1月會再一次 去改寫歷史新高 最後 有沒有完全驗證 各位 完全驗證 完完全全驗證 我們講這個投資市場 知識就是力量 掌握資訊等於掌握一切 好不好 能夠去掌握到 1月營收再創歷史新高的 當然我們能夠掌握到 這種走勢 開紅盤以來 連漲4天 而且昨天是直接拉漲停板 今天繼續創新高 4天 短短4個交易日 大漲63塊半 63塊半 你買一張賺6萬塊 一張就6萬塊 10張60萬 一台國產車都有了 32.6個百分點 等於說短短4天 完完全全送分體 3支漲停板送給你 可是我們可以留意到 今天創高之後 有一個拉回的動作 收黑K 其實這裡我給你的建議是 可以來做短線停利 至少可以做一些檢碼 其實我可以不用去告知這些 不用去告知說 什麼地方該進 什麼地方該出 我可以不用講 可是我避免 好不好 你自己跑去追高又來罵我 利多都已經公布了 現在你反而要留意的是 有沒有可能有一個利多出鏡的味道 而且我這邊先跟你做預告 創維的2月營收 不會再創新高了 1月的營收是4.3億 2月的營收連4億都不到 所以這邊已經先賺3成了 我覺得這邊做一個停利 做一個減碼 怎麼樣都不吃虧 好不好 同族群 我們來看一下 威風電子 其實它在1月的營收 也是創歷史新高 可是當然如你所見 它的走勢上 仍然是輸給創維 畢竟創維 它是從100多塊 涨到200多塊 它本來就有這個價格的優勢 有價格的優勢 不過威風這檔股票可以留意 它是一檔 非常注重盤面氛圍的股票 尤其它很容易跟著龍頭走 龍頭翔碩 我們來把它的這個區間 放大一點 你就可以留意到 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 來 你看到這邊 去年3月它有漲過這一波 連續上漲這一波 它大概漲三成左右 可是這一波 當翔碩開始連續破底 它就熄火了 它就跟著熄火了 那6月中旬為什麼開始漲這一波 200多塊漲到500多塊 因為同一個時間 翔碩底部翻起來 在這邊做打底的動作 打底完成了 那再回到威風來看 為什麼這裡 10月11月又可以再漲一波 漲到625塊的歷史新高 因為同一個時間 翔碩這邊做一個高檔修正之後 又打底完成了 所以以此類推 當翔碩現在 現在 這就是在做一個試圖打底的動作 當翔碩打底完成 又會輪到威風電子要表現的時候 那威風電子這檔股票呢 其實我們從去年6月 一路200多塊 一路操作到625塊 但1月份大跌的時候 我還告訴你 這檔股票 它會置之死地而後生 你就知道我的掌握度有多高 我可以跟你講 威風電子今年還有得完 但你一定要跟對人 其實有時候 行情只要掌握正確 選股邏輯正確 你自然而然會選到 創新高的股票 在禮拜天的Telegram 我們分享了10檔股票 10檔股票當中 今天就有7檔 10檔股票裡面有7檔 是今天創新高的 包含3338的泰塑 這個51塊買點講多久 今天已經62塊7了 4966普瑞 今天盤充一度漲停盤 也是創新高的 8112至上 也是創新高 7檔 逸光也創新高 金像電 玉泰 還有台光電 全部都創新高 你就再不加 好不好 你就再不加 免費的賺錢的資訊 你就再不加 10檔股票 7檔創新高 也就是說 你一開紅盤進去買 你到今天 7成機率是賺錢的 至少7成 7檔股票創新高 你就再不加 好不好 免費分享 這樣你都不賺 這個就像做什麼 財神到你家 好不好 初四初五財神到你家 保佑你今年財運亨通 結果你說 我今年不想工作 家裡一堆發票 我也不想對 我連去買個樂透都不願意 你是要等什麼 等錢從天上掉下來嗎 成功的機會一定會有 但需要你張開雙手去掌握機會 好不好 各位要掌握機會 來再往下看 同樣是我們周日分享的股票 昨天創新高 今天有做一個拉回 今天跌 跌五個百分點 可是反而跌出機會來了 簡單畫一條線 不用闡述太多 也許你就懂我的意思 好不好 這邊跟月線連成一條線 拉回到這個位置 反而是一個機會 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跳空缺口 而且我們上半段有講過 各位 現在台股遍地是黃金 其實我真的每天在看盤 我發現每天都看到好多股票 出現一個所謂的黃金買點 這樣我們禮拜天 同樣有 十當裡面有分享一檔台光電 這檔股票 我們是在過年之前 我們就分享過的股票 當初我這樣子幫你畫 教你怎麼去抓這個黃金買點 然後回到這個地方 這裡 那邊買進 可是當時 當然我們在過年之前 操作會比較偏向保守 所以我們在這根紅K這裡 我們小鑽 做一個牆短 小鑽就走人了 可是我說過 依照我們這個圖形這樣的話 這一條線這裡叫做大支撐 這個叫大支撐 大支撐所以形成這邊 一個地方 這個就是所謂的不敗買點 這邊再回檔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回檔下去 有沒有破季線 破季線之後拉上來 有沒有跌破前低 也沒有跌破前低 所以這也是一個買點 這也是一個買點 如果我們再套用到 我們昨天節目上的教學 1月3號這邊是1月的大量區 同時還帶一個上影線 今天拉一根長紅K 是突破這個帶量區的高點 突破帶量區的收盤價跟開盤價 今天站穩了 這裡我們把格局拉大來看的話 這整個地方形成一個新的支撐 新的黃金買點又來了 再往下看 光潔 來各位有沒有發現 1月的大量區 1月18號大量區也是一樣帶上影線 今天正式突破 收復1月18號大量區加上影線 判斷上我們可以認定是要做換手成功 明天就有機會繼續創新高 四星也是一樣 來各位 這邊有個跳空缺口 缺口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拉一條線缺口加高點 這裡昨天長紅K過 量慢慢往上增 今天這裡剛好在一個起漲區起漲 我們在週日分享的股票當中 10檔股票裡面 開紅盤當天 表現最差的叫做是普瑞 普瑞那天收一根長黑K 可是殺一天漲三天 今天一度亮燈漲停板 從這裡到這裡價差245塊 20幾萬一張 因為這邊很簡單的畫一條線 這個又叫做黃金買點 而且今天我們的活動就是 透過普瑞的例子 我們能夠去找出下一檔 今天來到黃金買點 明天後天有機會大漲的股票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送給大家的 But 任何事都有前提 前提就是 我們今天的Telegram WIN88888 要來到9100人 要來到9100人 只要新增70個粉絲就好了 好不好 這檔股票就送給你 現在台股處處有機會 遍地是黃金 但是黃金只屬於 願意彎腰撿的人 你不願意彎腰撿黃金 黃金怎麼給你 我拿到搬起來 然後送給你嗎 你至少自己也願意彎腰吧 那當然有投資朋友跟我反映 他真的很有心 他很希望得到我們這些資訊 可是無奈 粉絲的增加數 不是他可以控制的 那很簡單 你可以直接加入我的團隊 只要你在我們團隊當中 這一檔 我們昨天要送出的股票 以及今天這一檔 複製普瑞漲停模式 今天來到黃金買點 短線有機會大漲的股票 你都可以去做免費的詢問 那如果說你暫時還沒有加入 團隊的需求也沒有關係 粉絲們我們就加加油吧 今天晚上12點以前 達到9100人 要賺黃金買點 現在趕快動動手指頭 我們的Live at win16888 小老鼠 win16888 重點在Telegram win5個8 win88888 今天晚上12點以前 我們達到9100人的目標 我們就獨家贈送這張股票 YouTube頻道 女凱分析師 也歡迎幫我們按讚 訂閱以及分享 明天見 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 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多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